今天给大家开这个 这个据说是网红即食小海鲜 抖烟上很火的一个东西 开箱 我盖子 就是这么个东西 冰袋里竟然还有冰呢 牙签 两盒 要看一下 这种即食小海鲜 看这什么 两根牙签 太搞笑了 这个什么这是麻辣味的 总体的味道上呢 其实没什么味道 很淡的 可以看一下 味道很淡 撒了 然后里面汤汁比较多 其实个头比较小 可以看一下 个头比较小 吃上去 感觉没有很入味这个东西 但是可能又为了保存吧 它放了很多盐 水很咸 很淡的 整个一张 这就是那种迷你的八爪鱼 然后 个头上跟 网上宣传的 明显比那个小很多 小很多 大大小小加起来 应该有七八支左右 八支 八支到十支 因为有些很小 首先这个东西 这是山东产的 然后 我没有吃到任何麻辣的味道 反而是感觉它很咸 真的很咸 没有吃到任何麻辣的味道 然后 而且呢 这个东西的个头很小 真的很小 小 有些只有 比我的牙签大一点 所以 其实这个东西 我再叠这个汤汁的话 感觉就是水 水 加了点 辣椒油 然后又几点辣椒 味道很淡 整体上吃上来去 感觉 不是特别的好吃 这是一吃起手套 我都没有用 感觉整体上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吃 主要是没有入味 也没有吃到那种海鲜的鲜味 然后也没有吃到麻辣的味道 给我总体的感觉就是很咸 不过这个东西的话 对于像我摘这种内陆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内陆的话 这种小海鲜比较少嘛 所以说可以偶尔尝试一下 但是大家尝一尝这个 其实 还挺便宜的 两盒 这个是19块钱 就20块钱两盒 总体来说还是很滑的来 OK 今天的